杏花、烟雨、江南 原本就是人间圣经 不必复诗已经美到极致了 多了一些狗屁不通的诗文 反而坏了老夫春游的心境 之所以会大病一场 不是因为旅途劳顿所致 生生的被那些污浊不堪的诗文恶心到了 才会生病的 老先生清觉了很多 但是精神却依然健忘 谈吐风趣 见云征来访 就命老家人将云征领到床榻前 絮絮叨叨的说了好大一串 关于杏花诗会的笑话 一个劲的哀叹 属中没人才 弟子恐怕在诗文一道上 也帮不了先生的大忙 您主攻的是春秋 学生自然是要继承先生衣钵的 所以对您只懂得鉴赏诗词 弟子也决定做一个鉴赏的行家就好 寻章摘具的事情 让了一些傻子去做 我们师徒只要通晓威严大义就好 老师面前自然要装得非常狗腿 上辈子在教授面前装扮好学生 早就习惯了 现在用起来简直就是驾轻就熟 拍马屁的功夫随着古文功底的增长而增长 呵呵呵 就你会说话 也罢 信华诗会不参加也罢了 桃花会不参加就有些遗憾了 西门边上就有陆翁家的三里桃花 待明日你我师徒一同去观摩一下 彭黎先生笑得极为开心 可见这位陆翁大事不简单 在最好的土地上种了三种桃花用来观赏 也不知道是何等人家才有这样的大手柄 不过一想到那个提着裤子的小丫鬟 云征就觉得有些头疼 脸上不由得抽出两下 怎么 还真的不愿意去参加实会啊 陆翁乃是蜀中大族 德高望重 当年李顺进成都都对陆翁恭敬有加 不敢有丝毫的冒犯 皆因陆翁家中乃是世代的良善 修桥补路 镇绩孤老 从不仁厚 李顺叛乱之后 成都府十时九空 恶嫖便也 陆翁清金家财 四处购买粮食镇绩灾民 整整持续了一年啊 如果说别人这样做 有腰买人心之险 陆翁可没有这样的心思 镇绩期间 他们一家老小 也以西州度日 那一年 陆翁的老祖病逝 老父病逝 其实都是因为身体虚弱之苦 所以啊 就连最苛刻的史书上 也对其赞颂有加 不敢有丝毫的不敬 这样的人家 难道就不值得你去看看 彭黎先生越说 云正的脸色就越苦 到了最后 差点没哭出来 天知道那个桃园是陆家的 天知道陆家是属中的道德领袖 天知道那个小丫鬟 为什么要在桃林里小姐 被这样的人家 给自己安上一个银贼的名头 这还洗得清吗 彭黎先生终于发现了 云正脸色不对劲 立刻就板起脸问道 到底出了什么事了 可是你对陆翁有所不敬 从时到来 其实也没什么 弟子前日自成内访友归来 路过一片桃花林 当时春雨飞飞 那片含苞带放的桃林 景致实在是美 弟子被美景所获 就不由自主地进入桃林心上 彭黎先生说道 那也算不得什么 陆翁向来豁达 那片桃林 之所以没有用篱笆围墙隔开 就是给人看的 你进去欣赏 没有告知主人家 虽然失礼 想来陆翁也不会怪罪 弟子不知不觉走进了桃林深处 看到一只桃花高高地挂在半空中 疏密有志 硬趁在天空下 铁钩银化 又有一丝柔美 于是就起了贪心 不告而取 为之贼也 不过这也算是雅趣 向主人家告罪一声也就是了 不算大事 树底下还有一个正在小姐的小丫鬟 我打死你这个灯兔子 老仆人和厨娘正在院子里说话 忽然听见大厅里传来噼里啪啦的揍人的声音 还有自家先生的咆哮 不由得对视一眼 先生向来和蔼可亲 弟子学生满天下 从来没有动手打人的经历 最严重的时候 不过是训斥几声就是了 这个能把先生气得暴跳如雷的弟子 还真是没见过 彭黎先生气冲冲的把戒指扔掉 云睁的两只手已经红得发紫 非礼物事 非礼物卿 非礼物言 此乃君子之道也 君子渴死不饮道圈之水 你为了一枝花树 全然不顾君子之道 可恼啊 可恼 云睁拿手背 搓着腿 呲牙咧嘴的问先生 您看这件事 还有救吗 哼 明日随我去陆翁府上致歉 你还真是老夫的好学生 好弟子啊 才来成都几天呢 银贼的名声就已经悲上了 要不然弟子稍微装扮一下 那个小丫鬟就认不出弟子到底是谁了 君子之心 可朝日月 门外的老家人叹口气 直指屋子对厨娘说 又开始打了 云睁从彭黎先生家出来以后 浑身都火辣辣的烫 虽然被揍了一顿 不过收获还是有的 彭黎先生终于松口了 要云睁自己搞定这件事 总之不能用龌龊手段 必须漂漂亮亮的把这件事情办好 尤其不许改头换面 失了君子之风 简单 一个小丫鬟而已 明日还不一定会碰到 这样的小姑娘最好哄骗了 一个个傻乎乎的 脾气还非常的坏 后事件多了 满学校都是 跟鸭子一样吵得人脑儿疼 只要稍微用点脑子 这样的傻姑娘 其实非常的好对付 他们心地善良 极富同情心 做事非常的鲁莽 而且还没有 持之以恒的毅力 做任何事情 很容易半途而废 云睁不认为隔了上千年 他们会有多大的变化 这样的小姑娘 要是都对付不了 自己也白当这些年的老师了 因为要表演茶道 这是彭黎先生安排的任务 人很多 就需要有四个仆役帮忙 于是天亮的时候 院子里就站着四个 舒马尾穿青衣的少年仆人 身形和云征差不多 从背后看几乎没有差别 这可是老廖连夜 从梁家借来的四个少年仆役 借口就是 自家的仆人长得不好看 在家门口等彭黎先生过来 不大功夫 先生就坐着牛车过来 看到云睁除了换了一身 宝蓝色的如山 再没有任何的改动 不由得点点头 这样才是一个正确的认错心思 总是走歪门邪道 不是一个读书人的座派 桃花林里来了很多人 最多的就是少年男女 陆家的丫鬟仆人 在一旁殷勤的伺候 游园的世子 有看到满意的花枝 就会有仆人帮着采下来 三三两两的侍女 怀抱花束 谈笑风生 显得极为惬意 彭黎先生到来 自然由主人家亲自过来迎接 一个中年文士 远远的就躬身道 彭黎先生身子可否痊愈 稍有探望 是陆怀的不是了 文仲何出此言 老夫身子骨坚硬着呢 如果没有这些不孝子弟千蕾 还能多活几年 彭黎先生和陆怀陆文仲谈着话 一边还不忘邓云正一眼 陆文仲也是场面上的人精 从彭黎先生不经意的举重中 就立刻清楚 云正在彭黎先生心中的地位了 不是入室弟子 不会带来桃园 不是非常疼爱的子侄辈 不会在惹他生气后 再带到桃园来 从云正给他失礼的手上就知道 这小子 昨日受的惩罚不轻 等云正建立完毕 就呵呵笑着说 呵呵呵 高人高地 气度果然不凡 只是双手未免肥大了些 呵呵呵 少兄自便就好 你先生自有陆家照顾 说完就带着彭黎先生 说笑着走了 不错的人家 云正自言自语 前面有几个衣衫陈旧的世子 一样获得了陆家热情的招待 那些仆人脸上 没有丝毫的不屑和怠慢 现在是游园时间 三天的时间里 桃花已经被暖阳催开 满树的桃花 开得富丽堂皇 但是云正总觉得 不如那天雨中看桃花 少了意境 也少了心情 四个仆人带着一种恶趣味 总是往有丫鬟的地方钻 当云正给他们讲述了 那个有趣的事情之后 四个少年人就觉得 非常的有意思 很想检验一下 云家少爷说的是不是真的 云正认为道歉这种事情 有时候反而会把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弄糟 所以就打算换一种法子 在玩笑中化解此事 至于那个小丫鬟 谁让他随地大小便来着 正在欣赏桃花的云正 果然又听到了那声熟悉的灯徒子的喊声 薇薇一笑就转身离开 人群都往那里走 只有云正笑着离开 那个小丫鬟的灾难才刚刚开始 摘下一朵桃花 放在鼻端清秀 很奇怪啊 桃花是清新的淡香 它整住的时候 你站在他旁边 就能很清楚地闻到他的味道 可你想再闻仔细点 把鼻子凑进花朵闻的时候 又感觉好像什么味道都没有了 是真真的只可远观 而不可卸完颜 那里的喧闹已经散去了 那个小丫鬟认错人了 已经给梁家的那个仆役道了歉 刚刚获得道歉的仆人 走到云正的旁边 笑得气都喘不上来 云正已经看到那个小丫鬟了 他端着一个盘子 捏手捏脚地 跟在梁家另一个仆人身后 总想绕到前面 去看看这个人的脸 却总是不能如愿 那个仆人的肩膀 已经在抖动了 看样子已经快要笑死了 但是他还是坚持自言自语地说 那天好像就是在这里 看到那树花的 于是尖叫声再起 这是一个彪悍的小丫鬟 主人家对他好像也非常的宽容 等到所有人都围上去之后 小丫鬟也再一次看清楚了仆役的脸 只好再一次道歉 这只是桃花林里发生的一件小事情 主人家在忙着待客 少年人在桃花林里悠悠 这样的小纠葛 总是不断地在上演 当小姑娘一连认错四个人之后 她幼小的心灵 已经被打击得不轻 这时候 她不管看谁 都像是那天那个偷看自己小姐的银贼 可惜这样修人的话 没法说出来 只能一口一个登徒子的咒骂 云征觉得 自己现在可以正大光明地出去了 这个时候 小丫头小小的脑袋里 必定是一片混乱 自己就算是站在她的面前 她也认不出来 公子这样戏弄小虫 就不觉得过分吗 一个女子在云征的背后轻轻地说 声音好听极了 云征转过身 看到花树中间黄仪女子 周围的花树立刻暗淡无光 没有别的缘故 只因人比花交 春天之所以会是春天 主要是会发春 桃树上飞过一对 正在铸造生产车间的燕子 桃林池塘里的鸳鸯 正在交警而眠 远处的大青马 正在低头绣另一匹母马的屁股 云征确定自己中箭了 非常的确定 有一个胖乎乎的小娃娃拿着一把带着淘心的小弓箭 亡命地向自己猛射 清醒的可怕呀 云征的溜杆正在被无限制地放大 上穷碧落下黄泉 甚至地里的虫鸣 蜜蜂的低语 自己的心跳 血液在脉管里奔流的声音都清晰可变 如果说自己不是一见钟情 云征自己都不信 心跳的 他娘的都要飞出来了 脸孔这时候估计也红得像猴屁股 那双红肿的双手 估计在奔章的血脉作用下 显得更肥大了 其实也不算戏弄 我只是不愿意再让小虫回忆那一天的事情办了 事关明解 当成玩笑也比变成真的要好 再说我什么都没看见 话一出口 云征就想给自己一耳光 那女子不过是在炸自己 只不过是通过一些蛛丝马迹做出的推断 她没有见过自己 只要不承认就什么事都没有 现在居然傻乎乎的说实话 真是蠢到家了 女色果然厉害 果然那女子奄然一笑 眉眼里充满了不屑 倾起朱唇道 果然是登徒子 说话间小虫也走了过来 睁大了眼睛看了云睁 挠着后脑勺使劲的回忆 可是越想 她的脑子就越是迷惑 那四个轻衣人的面目 和登徒子的面目重叠之后 就变成了一个怪模怪样的人 登徒子 你是说我 目的还是她 云征顿时就愤怒起来 拿手指头指着傻乎乎的小虫脑袋 问黄仪女子 今天她好像很容易动怒 估计把脑子放家里了 受到了侮辱的小虫再一次哭了起来 黄仪女子抱着小虫愤怒地看着云征 脸上的表情极为丰富 从不屑转化为惊讶 从惊讶转化成愤怒 这一细节在云征的眼里被分解成无数个动作 最后深深地落在她的脑海里 嗨 云征长叹口气 举着双手 拿胳膊护着头蹲下来对小虫说 那天确实是无心之失 冒犯了你对不住了 要不然你打我一顿出气算了 轻点 已经被先生狠狠地揍了一顿了 手还肿着呢 等了好一会儿 没动静 云征站起来以后 才发现那主仆二人都不见了 只余下满树的桃花 心里空荡荡的 顺手从树上 裸下一大把桃花塞嘴里嚼 桃花看起来很美 吃到嘴里却又苦又涩 提神又醒脑 萌萌地一口喷了出去 这才恢复清明 刚才不小心丢掉的尊严 好像又回来了 大脑也重新开始运转起来 慢慢地开始分析判断 这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 确定这个女子是闺女 而不是人妇 未开的脸颊 闺女的发饰 头上只有一枝桃花 没有簪子 就说明没许人家 这一条其实云征不是很在乎 只要没嫁过去 一切都充满了变数 即使没有变数 自己也会弄出变数来 算不得什么事情 猴子离云征远远的 现在的少爷很可怕 眼睛里闪着绿油油的光芒 跟狼似的 两只肥大的手掌不断地开合 手里的一把桃花 已经被钻成了花泥 猴子 你去找陆家的仆役 弄清楚你家主母 到底有没有许配人家 有没有情郎 有没有向他提亲的人 问清楚了 回来告诉我 这就是一个病句 但是猴子还是很聪明地弄明白了 转身就跑了 家里就要有主母了 这太好了 要不然总是乱糟糟的不像话 黎先生笑得很大声 那里的聚会一定很不错 云征整理了一下衣衫 脸上调整成人畜无害的 何须笑容 见到谁都含笑点头 从陆家仆役手里 取过酒壶的时候 都不忘说声谢谢 得体的打扮 文雅的谈吐 何须的笑容 再加上人长得也不差 云征用最短的时间 就和这些少年人打成了一片 嗨 云兄晚到一步 若是能在杏子花开之时到成都 定能见到我成都府的各路英杰 彭兄说得极是 小弟紧赶慢赶 也没能赶上 为此还被先生责罚 你看看小弟的双手 就是因为诗期被先生打成猪手了 自小弟竖发就学以来 这还是第一次 莫非锦江书院也有沙威棒这一旧事不成 云征说得有趣 刚刚认识的这些同学 顿时就狂笑起来 只要是在书院上学的 有哪一个没有挨过先生的揍 所以看到云征的胖手就觉得亲切 关系也就变得更加的贴切 杀威棒不曾有 倒是彭黎先生为人即是方正 走路都只走大道 云兄失期只挨了戒指 万幸啊 如在军中 失期可是杀头的罪过 贤弟受苦了 你出来乍到 不如桃花会之后 你我兄弟一起去灵溪阁也有如何 听到人家说起灵溪阁 云征不由得竖起耳朵 想听听这些人怎么说 说来可笑啊 到别的地方去游玩 看的都是记子 只有去了灵溪阁 我们居然最想看的人是宝子 如果这天下的宝子头也有排名 这灵溪阁当为第一啊 就是啊 那双眼睛真让人销魂 错 是勾魂毒魄才对 我倒是对他那对男人的恩物 瑕疵无限 云征很想撕烂这些人的臭嘴 金钟响起 世子们说说笑笑往桃园中间的一片空地走去 云征喝了一口酒 左顾右盼的找那个黄仪女子 该死的猴子已经去了这么长的时间 到现在都没有动静 彭黎先生坐在一张软榻上 对面坐着一个白发老翁 听他们的谈话似乎正在说五沟和尚 彭黎先生见云征走了过来 指着云征对老翁说 此子在少年中也算是拔尖的 就是他中了五沟的奸计 被五沟的五股轮回地惊吓得策马狂奔 差点撞到老夫的车架呀 陆翁听了之后 彭副大笑 笑完之后 向云征招招手示意他过去 在众人羡慕的眼眶中 云征毕恭毕敬地向老人行礼 这一礼他行得心甘情愿 不管在哪个时代 善良都是最感人的一种行为 没见到的黄仪女子 却出现在陆翁的身后 在老人耳边低语几句 云征估计不会说什么好话 果然 陆翁从暗机上拿起欲如意 轻轻地在云征脑袋上敲了一下 说 莽撞的小子 多谢陆翁教诲 早知道陆翁如此豁达 小子昨日就不必受先生的惩罚了 您看 先生可比您很多了 哈哈哈哈 彭离大笑道 既然知错 还不快快为陆翁献查 见云征去准备 彭离先生又对陆翁说 这孩子心地善良 在豆沙县 也算是活人无数 学问一道 甚至称得上文武兼姿 幼年时 得一人相授 算学一图 堪称大家 那是我鼠中少有的英姐 就是一个贝赖的性子 实在是让老夫头疼 进了书院 定要好好调教才是 黄衣女子坐在老翁的背后 很是吃惊 她没想到 一向西言如今的彭离先生 竟然会这样夸奖一个灯兔子 不由的好奇的多看了云征的背影两眼 头脚争容之辈 必然异于常人 难以管教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不过这样的小子 只要你交出了一个 顶雍鹿之辈千人 你小心了 为了一束逃之不顾礼法的孩子 就说明他不在乎礼法 更在乎自己的心境 教导得好啊 你彭离自然可以名扬天下 教导得不好 嘿嘿 彭离你一样逃不掉罪责 不过据你所说 这孩子心地阴暗一些 却不是真正的恶人 能告诉你实情 心地也算是坦荡的 有智慧的人啊 总想着依靠智慧来解决问题 你这个弟子也不例外 如果不是青庸发现苗头不对 定然会让他蒙混过去 采取的法子 也是祸人心智的法子 你这个弟子啊 难教 陆清莹竖起耳朵 仔细地听老祖宗的话 心里有些不以为然 刚才云征的表现 就是一个无赖灯徒子 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 云征自己琢磨出来的茶道 其实就是自己用来欺骗文人高士的 你还别说 越是学问高深的人 就越是吃这一套 只要神情庄重 动作优雅 把倒茶当成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去做 强大的气场 自然会引起别人的连锁反应 再加上茶的味道不差的话 整个事情就会变得非常的圆满 没有香料 没有葱姜 没有碾子 没有繁琐的点茶手续 云征手边不过一炉一壶 几个罐子加上茶钟 别无他物 轻盈自存也是茶道高手 却看不懂云征的一举一动 他的衣冠是整齐的 表情是庄重的 动作是平缓的 一举一动 似乎都带着韵律 如果这个时候有骨针相喝 场景一定是极美的 只是茶里面没有奶 没有肉扣 会好喝吗 茶非常的苦 一杯碧绿的茶水送到陆翁面前 彭于先生面前也有一杯 但是他却没有动 而是带着笑容看着陆翁品茶 陆翁端起茶中 品了一口 轻移了一声 抬头看着得意的彭离 和一脸庄重的云征 将剩下的茶水喝尽 并不言语 彭离先生哈哈一笑 端起茶中一饮而尽 对云征的表现非常的满意 陆轻盈见老祖宗和彭离先生 喝得似乎非常的惬意 舔了一下嘴唇 似乎也很想尝尝 云征偷眼看到这一幕 身子挺得更加笔直 动作更加的无可挑剔 死老头肥大的身子 将那个美丽的女子 遮得严严实实 又不好偷窥 云征在努力的克制自己 这个时候 要是偷窥那个女子 登徒子的恶名声 就算是死死的扣在头上了 不敢啊 心中又有怒火 所以神情就更加的肃穆 苦中回甘 鱼香缭绕不绝 当得起君子茶这样一个称谓啊 陆翁放下手中的茶钟 因为没得喝了 云征已经在收拾工具了 彭离先生笑道 这就是他们那一门的古怪规矩 喝茶只喝三遍 女者气质 让人又爱又恨啊 这是个好规矩啊 好事情不宜太过 但是老夫却从这一手里 察觉出一点不同的意味来 这样喝茶简单 而且味道很好 因为简单必然大兴于世 因为好喝 必然受世人追跑 小家伙身怀独家秘方 想来已是身家俱万了吧 云征回头看看那些正在苦思诗文的文士 又看一眼彭离先生 不知道怎么回答这句话 陆翁的话问得非常的无礼 老夫今年八十有三 早过了古兴之年 现在乃是茂蝶之人 可以随心所欲 小子信不信 老夫在关家的龙亭 都能问问今年的岁收 这就是不讲理了 孔子说的随心所欲 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老家伙非要这么说 云征也没有办法 人家已经在考究自己的年收入了 难道说这是在相亲 想到这里 云征连忙回答道 茶叶乃是小道 小子在前年之时 制作了一些茶饼 卖给藩人 收益还算不错 下一两回扬州 还是不成问题的 陆翁哈哈大笑 指着晕睁 到底是少年郎啊 整日里想着 腰缠十万贯 齐喝下扬州 没出息啊 就没有一点家国之念 小子现在想的 就是如何在东华门 唱个名字 然后就在圣天子座下 混吃等死 彭黎先生听得大怒 陆翁却笑得前仰后合 鼓掌道 这才是正义啊 这才是正义啊 不要听你师父的鬼话 小子 老夫活了八十三年 听说过烛光浮影 听说过黎毛焕太子 也曾听闻李玉的王国子 见识过花蕊夫人的厌恶 而今那些风流人物 安在在 独留下老夫一人 守着满园的桃花 享受余年啊 小子啊 老赵家其实不错 建国的时候 死的人乃是历朝历代最少的 陈桥兵变死的人 连百人都没有 想想秦末的混战 想想东汉光武帝起兵 再想想三国道晋朝的大战 李世民一个玄武门之变 死的人也是陈桥兵变的百倍千倍 这世道啊 杀人越多就越乱 孟子说不是杀人 到了这个时候 才体现出来 现在不太死人了 所以啊 你的想法就是对的 老赵家要善待士大夫 这里面有大便宜可以占 混吃等死的想法很不错 老夫老了 真是可惜 要不然 我们结伴去东华门唱名之后 即刻齐和下扬州 不亦快哉 哈哈哈哈 知音啊 没想到自己真正的知音在成都 云征感慨的说 小子就是这样认为的 一是要有钱 不能受穷 二是要有身份 先弄些钱 吃喝不愁 再弄一个近视的身份 光宗耀祖一下 然后就能痛痛快快的吃喝游玩 那确实是人间的一大快事 说得正高兴 耳朵忽然一疼 脸色漆黑如墨的彭黎先生揪着云征的耳朵拔腿就走 对于今天来到桃园 他深感后悔 这就走啊 陆翁翁在身后遗憾地大叫 他也很喜欢这个与众不同的小子 老祖宗 您怎么可以教坏人家 虽然那个小子已经够坏的了 陆轻盈帮着老祖宗披上外袍 小声地埋怨 你懂什么呀 蝉河道官场上有什么好的 看看范仲淹他们的下场 你再看看最近声名显赫的王安石 能把钓鱼的蛆当成美食吃下去的人 其实好相遇的 老夫是看得透彻 就不知道这个小子是安得什么心思 如果也能看透这一层 老祖宗立刻就把你嫁给他 哼 贼目卓卓 以为老夫看不透他的心思 陆轻盈俏脸微红 扭捏了两下 就转过身子 似乎生气了 陆翁又说 其实算起来啊 你嫁给他真的不错 那些世家大族 总说你的八字不好 是什么客夫名 把你嫁给那些小门小户的 爷爷又不忍心 这么好的闺女 就该有个好归宿才是 你那个蠢货父亲 非要请龙湖山的张天师为你批命 只因为没有满足张天师的胃口 你就成了客夫名 笑话 我陆家几代人行善吉德 从无恶念 哪里会有这样可笑的命数 陆轻盈文言低头隐气 小声这祖父说 这是孩儿的命 不愿爹爹 陆翁黑黑笑道 呵呵呵 越是这样啊 你才需要找一个出调的夫君 彭黎将这小子的事情 讲给老夫听 老夫第一个念头就觉得 这小子配你 太合适了 皮厚心黑 手下毒辣 心胸狭窄 牙字必报 却又重情重义 你只有嫁给这样的丈夫 才能保得了你的周全啊 看样子 他对你也起了淑女之思 好啊 老夫就看看你 明阳鼠中的克服命 能不能让他止步 说完话 陆翁就牵着陆轻盈的手 回去了 云征半点都不安生 又被揍了一顿 天知道彭黎先生怎么回事 对待别人 都是如沐春风 温文尔雅 只有面对自己的时候 却是棍棒交加 没道理啊 在成都见了先生两次 已经挨了三顿揍了 不就是想混吃等死吗 志向能是棍棒打出来的 趴在床上 后背不知道挨了几板子 火辣辣的疼啊 彭黎先生开始的时候 并没有动手 只是喝骂 当自己问先生 能不能帮他 向那个黄仪女子求亲的时候 才招来了一顿臭揍 先生的脸色很不正常 似乎非常害怕 自己和那个女子 有什么纠葛 这是什么道理呢 该死的猴子还不回来 云征慢慢的咀嚼着云二 送到自己嘴里的豆子 腊肉拿着鸡蛋 在他的背上滚来滚去的 再消除瘀伤 大哥 你真的喜欢上别人了 云二好奇的问道 恐怕是这样的 我就像是被一团火烧了一样 整个人变傻了 他站在人群里 我看一眼就知道 他一定是我妻子 这种感觉很奇妙 你不懂 我能不能去看看呀 大嫂啊 需要认真地鉴定一下 万一你看走眼了 我还能帮你把把关 下回见面带我去 好啊 你和腊肉都去 问题是我现在 连人家闺女的名字都不知道 你不好问的 我去问呢 我是小孩子 长得又这么可爱 一定没问题的 你不许让他抱你 大嫂的便宜我会占 我有腊肉就够了 听着两兄弟的对话 腊肉面无表情 只是手底下重了很多 鸡蛋不能浪费 云征堪堪将两个主鸡蛋吃完 猴子就回来了 她的脸色也不太好 到了云征身边 支支吾吾的 有话就说啊 难道你发现有什么不妥啊 这是自己第一次 对宋朝的女子感兴趣 云征不想留下半点的遗憾 少爷 打听清楚了 那个黄衣服的女子 是陆家二老爷陆吉的长女 今年十七岁 比您大两岁 带字归忠 小字轻盈 从未有人家向他求过亲 听了猴子的话 云征猛的抬起头来 看着猴子说 怎么可能啊 那个女子的相貌堪称角色 谈吐也没有问题 更不像是有暗吉的样子 怎么可能没有人求亲 你打探清楚了 少爷 陆家的这位小姐名声很大 小的怎么可能会打探不清楚 之所以没有人向他求亲 这是有原因的 猴子连忙回答 那就快点说 不知道我急着听呢